传统的鱼头豆腐汤 为什么会那么白呢 其实就是技巧问题 认真看完这个视频 你就会了 如果你想学会更多详细美食 先点入我头像旁边的家号收藏 才不会错过 煎鱼之前把锅先滋润一下 鱼头下锅 不要马上翻动它 用中火煎两分钟 煎到底部凝固硬化 就不会粘锅 教做菜我可是认真的 点个爱心支持一下吧 我都这么说了 没错 清点屏幕两下就可以啦 煎至两面金黄 中途下葱姜去腥提鲜 煎好加清水 如果有开水效果最好 用猛火烧开 看到表面的油汁 不要急着捞掉 汤汁会变白 就是油汁预热水烧开之后产生的效果 也不要提前下盐 不然会影响汤汁的橙色 烧了三分钟下豆腐 再烧两分钟下大白菜 白菜本身有一股清甜味 可以蒸味解腻 盐 胡椒粉 白菜大火煮一分钟就熟了 用我的方法看吧 这汤汁像牛奶一样白 汤鲜美 肉滑嫩 让人看得忍不住流口水 后面的剁椒鱼头做法 昨天已经发布了 不知道你看了没有呢 在那儿 我们下期再见